日前,香港大学发表声明指出,香港大学学生会多次利用校园作为政治宣传平台,公开发表煽动性并可能涉及违法的言论等,港大对这些偏激言行予以强烈谴责,并决定收回学生会绘制及不再为学生会提供财务管理等服务,对此,港大学生纷纷发声支持校方决定。 对于近年香港大学学生会的所作所为,我个人感到非常愤慨,因为他们经常发表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批评,对于学校,对于香港特区政府都是一样。 近日,香港大学和这个学生会割席,我感觉是来得及时,而且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香港大学作为世界顶尖的学府,本来做得很好,但是被这些不实的言论去抹黑的话,其实,港大学生会绝对是做得不应该,所以我支持这个割席。 我们看到香港大学校方在几天前提出要帮他们停止为这个学生会代收会费,去减少他们的财政服务支援,以及去接管他们的会址和设施,我们一帮香港大学的学生都是非常支持,因为我们认为如果学生会做出一些违法的行为的时候,校方都不能够和他们切割的话, 这个会影响到校方的管治,以及影响到香港大学的声誉,所以我们认为今次校方做的行为是非常正确的。 我是2018年在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系毕业的,在近日我看新闻看到我们的学校和延届的学生会,作出了声明去割席。 我认为学校这个行动是有它的意义和有必要的。 事实上,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已经是看到很多届的学生会,都是用很偏激,很攻击我们自己国家,侮辱自己国家的方法,去发表很多的言论。 特别是这一届的学生会,甚至是公开很多的言论,我觉得也在冲击我们的国安法,很多法律的事情。 我是香港大学在读的一名本科生,一直以来,学校和学生会都是挂钩的。 学生会所做出的事情,无论好坏,都会影响到学校的名誉。 如今来说的话,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从而学校也不需要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再买单,也不会影响到学校的名誉。 我曾经是一名香港大学的学生,恰好我19年还在香港上学。 当时的世界确实给大家的学习生活都带来了非常大的不便。 我曾经有很多困惑和气氛。 经过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努力,很开心可以看到学校顺利回到轨道,正常运行。 并且坚定果决地表达自己的立场。 多位港大校友在受访时表示,近年来,不少香港高校的学生会已严重偏离了原有职能和轨道。 港大学生会更是劣迹斑斑。 2014年非法占中期间,该会刊物学院以言论自由和学术研究为借口,公然宣扬港独。 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该会成员声称要为暴徒筹款100万港元提供法律援助。 香港国安法落实后,该会更是变本加厉,公开污蔑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为黑警,抹黑中央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等。 受访的港大校友也表示,希望港大学生会能痛改前飞,重回为学生服务的初心,不再令学校声誉猛损。 学生会本身应该是一个服务学生,以服务学生为主的一个组织。 但我们香港的学生会,其实不止港大的学生会,其他学生会都是。 一直都很专注一些社会的时事,社会的议题等等。 本身这件事,推动社会进步都没什么问题的。 但近年来,香港大学生会是多次煽动一些年轻人出来违法,破坏我们的社会,破坏我们的国家,影响我们的一国两制,影响我们的社会。 甚至乎是会叫一些学生出去做一些暴力的行为。 我觉得这些种种的煽动行为和他们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够接受。 希望我们港大学生会能够痛定思痛,痛改前飞,继续为学生服务,而不是煽动年轻人出来搞破坏。 我认为我们的学校有必要在这些情况之下去表态,去作出一些事情去跟进。 在这里我希望未来学生会能够少一些这样的政治,少一些这样的编辑,真心去为我们的学生服务。 这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学生会。